这是400年前就出现过的经济泡沫 而且有人认为这是有历史记录以来 第一次大规模的投机 理性完全丧失 无数人倾家荡产 那什么样的泡沫 杀伤力这么大呀 一种花 玉金香 现在你说这炒这炒那的 其实在17世纪的玉金香泡沫面前 都是孙子 现在都知道这玉金香都是荷兰的象征之一 但是其实这花 16世纪末是从奥斯曼土耳其引到荷兰 当时已经是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本国人 一看这玩儿轰动了呀 没见过这外邦齐花呀 尤其是荷兰那王宫贵族 哇 上头都不行啊 戴在头上的 别在衣服上的 恨不得自己都塞两朵 有了贵族带头种草 当地百姓也是争着购买 几乎已经成了刚需 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因为这需求太旺盛了 荷兰市场上的这玉金香 不同程度的都开始涨价 以至于在那个时候 镇景人谁还干别的呀 干啥呀 种玉金香啊 但是这个花有个问题 培育期特别长 从种子开始 得好几年时间人才能开花 不过啊 如果是从囚金开始种的话 一年就能开花 好家伙呀 这下大家伙全上赶着 东旭买卖囚金去了 狂热的市场啊 就像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 吸引了无数吃货 这闻着味儿它就来了呀 谁进场了呀 炒家 炒玉金香的囚金 比如啊 你家囚金三个月就能涨成是吧 没事 我出500 提前买断 我先给定金 等到交货之后我再补款 咱们还得签合同啊 防止对方赖账啊 紧接着呢 这玩法又升级了 提前预定的这人拿着这合同啊 转手高价就卖给认定这囚金交货的时候 可以涨价涨得更高的人 让他们接盘 接着层层转手 这价格水涨船高 是不是很熟悉 炒气活 哎 这价格当时有多夸张啊 1636年啊 一颗名贵的郁金香能够换到这些东西 八头猪 四头牛 两吨奶油 一千磅乳酪 一个银杯 一张床在家 一条船 哎 这还不算啥呀 最牛的是一株玉金香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 嗯 售价当时高达6290荷兰顿 这些人什么概念的 当时可以买下阿姆斯的单运河边的一整栋豪宅 一株花 能换一套汤神一品 甚至换一奥啊 到这个时候 已经没人在乎这种花本身到底是有多少价值了啊 所有人提到玉金香这眼都是绿的 疯狂的价格 更是让更多人进场抬轿子呀 连收入比较低的 比如当时啊 农民啊 工匠啊 都进场了 钱不多的呢 买次等的廉价品种 廉价都买不起怎么办啊 干脆以物换物 家里值钱那些东西都拿去换玉金香 强行加杠杆 不惜金家荡产 背负巨债的那更是不计其数 哎呀 要不怎么说呢 信心是最好的财富啊 当时每个人都坚信 玉金香的价格肯定没涨到头 永远会上涨 赚钱的机会 一直在后头呢 理性 当然无存了 可是有投资经验的人就知道啊 当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讨论这玩意儿的时候 好日子行情啊 也差不多到头了 果然到第二年啊 在很多人还在继续砸锅卖铁 透支未来的全部收入 囤玉金香和球金的时候 市场突然不满 几天之内 价格缩水到巅峰价格的十分之一啊 很多人心说 不要慌 是技术性调整 可是过了一周之后呢 曾经高不可怕的玉金香球金继续跌到了 跟洋葱的价格差不多了 无数老百姓先是懵了 地儿崩溃 有人跳河自尽 可更多的人是干嘛 愤怒的想要讨个公道和说法 毕竟啊 一辈子的积蓄 突然和报复梦想一起碎了一地 可是当时荷兰官方是怎么说的呀 在调查结束之前 全部玉金香交易呢 全部搁置 咱们翻译一下 这交易暂停 没了 至此 轰轰烈烈的玉金香热 以一地残花败柳的方式 狼狈散场 留下了什么呢 瞬间一贫如洗的那些人的无尽叹息 只不过现在看来啊 玉金香泡沫仿佛就已经打开了一个磨盒 那后面呢 一发不可收拾 吃饱的永远是那些投机分子 受伤的总是接盘的老百姓 可伤疤一恢复之后 大家仿佛又跟失忆了一样 类似的历史呢 是反复上演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啊 马尔基尔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漫步华尔街》 这本书里面呢 详细记载了大量投机非理性 最后泡沫破裂的故事 从玉金香泡沫